记者于赵福基隆报道,在台湾有许多狗主人与狗感情浓厚,就像是亲人般互动,基隆爱狗人士杨凯婷不舍饲养九年的比特犬阿修旺生,请法师帮他诵经,做完七七四十九天法事后,还帮爱犬举办告别式,人狗之间申请在脸书曝光后,爱狗人士纷纷按赞。 杨凯婷说,阿修跟他在一起九年,他当初是去领养别人家刚出生不久的狗宝宝,阿修整天跟在他旁边进进出出,对他很忠心也很有灵性,在他家护卫开门九年,一看到陌生人上门就会狂吠。 他说,阿修有次曾放下退一名妾贼,他事后调监视器画面才知道,阿修发现有妾贼窍门,立马上前狂吠,并冲上去追咬,小偷才吓得落荒而逃。 杨凯婷说,他为爱狱阿修办了告别追咬会,一切都比照人类规格来送中,他把阿修当成自己的弟弟。 追咬会的灵堂上有一张爱狱阿修的大遗照,还以大黑头铃车送上山,还用土葬铃车前挂着狗的遗照。 他说,希望阿修一路好走,投胎做人。 杨凯婷为爱犬阿修办告别追咬会后,在他的脸书有感而发帖文,写着谢谢您护卫这个家,感谢您,愿您一路好走,投胎做人,感谢爱宝贝的人士来参加我弟弟的这场追咬会。 这则帖文被爱狗的人士看到十分感动,转贴到爆料公社。 杨凯婷说,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,他自己没有弟弟。 自从阿修到他家后,他把阿修当成自己的弟弟。 这次是因为生病死掉,他用棺材入恋,有请法师念经,也有铃车送上山,最后将阿修土葬并立台位。 所有一世级过程都汉人一样,他希望弟弟一路好走,来生可以投胎做人。 杨凯婷说,爱犬阿修往生后,到现在将近两个月,可能还放不下他。 所以阿修到他梦里来数次,让他感动不舍。 阿修 阿修